好,今天是日治刷刷鍋吧 魏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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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丟... 先丟... 好,來 阿漢的貝逼 我們現在先把手機... 手邊的動作放下來 讓阿漢跟你們報告一下 要怎麼吃 來,桌上玉米是熟的 玉米可以直接吃 對不對 那現在你先把桌上的海鮮盤 菜喇叭丟到火鍋裡面去煮 然後蓋子蓋上去 然後桌上有烏龍麵 烏龍麵要吃的時候再煮 現在先不要下 煮太久麵會爛炒 湯燻火鍋就不好吃 好不好 那大家再下去煮的時候 對不對 前方這邊都有吃 有烏龍麵 有豆腐 有鮭魚 鮭魚你要多吃喔 沒有,那鮭魚是最牛的 沒有,先跟豆腐 然後也太強 那就沒吃雞蛋 今天中午也是吃到飽 我去看看 用這個... 再去吃它嗎 這個是... 哈密瓜口味跟薰衣草口味 然後我們來吃一口吧 真的是濃濃的哈密瓜 這薰衣草比較特別 不會講 我...我不會講 再吃一口 就... 對,是薰衣草味道 可是... 它那個甜味 我不知道是用什麼東西去吃 好啦,我也不會講 而且它也是... 它不是日本人喔 所以你看到外觀 它一點都不像日本人對不對 那它是什麼人 它跑來這裡開店 對啊,因為要... 直接要到老婆 你也跑過啦 你也跑過啦 你也跑過 你也跑過 你看牧架 那... 它跟日本人不一樣對不對 那... 它是什麼人 它是... 朝鮮族啊 那個韓國人啊 朝鮮族啊 很像朝鮮族的臉 韓國人啊 火山 所以說高度是1131公尺 以前被稱為道南富士 以前山底還沒有倒塌的時候 是一個三角形的火山 那下面這些湖泊 都是以前火山爆發 沿江竹短河道 所形成的岩色湖 因為是岩色湖的關係 雖然大小不一 形狀也都不一樣 跟下午 我們要去看的洞野湖 你們可以仔細觀察一下 洞野湖是火口湖 是一個圓形的 那岩色湖就不一樣的 最主要有分成大招湖 小招湖 跟鑽菜招湖 那這些湖泊 冬天都會結冰 人還是在冰上騎摩托車 往香蕉船 或是學以前的原住民 冰上挖一個洞 在那邊釣魚 而且真的釣的魚 又是小條的喜香縫那種 有時候山芽縫都不夠啊 有沒有 真的 你知道以前原住民 冬天要找東西吃 有多困難 好不好 就是我們的大招國家公園 好 我們再往前來看這個紫藤 這個紫藤一定要特別介紹 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這邊皇族要來的原因 這麼粗的紫藤 這要紫藤啊 一開始有點花薄了 北海道的春天來了 有沒有 沒有 其實這個紫藤 最重要你看這個背板 興起紀念之藤 他說大招公園是明治十年有沒有 西元1877年 1868年 北海道剛是日本的領土 過了十年對不對 國內外的皇族住民 來到這邊玩 之後呢開始整備呢 然後道路橋樑休息的場所 對不對 而且呢 松樹 櫻花樹 還有我們的根葉林 等等 慢慢的人工植樹 就對了 他說這個紫藤 是西元11年對不對 當時還是大政皇太子的時候 對不對 他新手種植到現在 明治大政昭和平成令和就對了 大政也是我們軍國主義的開始 1911年到現在 有將近百年的歷史 有沒有 這棵紫藤 從到明天的國外地 這邊會有一個紫色紅蓮 一串垂下來 淡紫色的 很漂亮 就像我們台灣也有 有沒有 就像有時候日本也有紫藤花 台灣也有紫藤花公園 好 那現在在看阿浩 我們要走到前面這邊 那在自由活動之後 你有一面的 這根阿浩座 右手邊的這個道路 到前方 比你湖泊那邊 那邊的視野更好 很多人今天 都在正前方 有湖泊 那邊拍出來的 尤其是今天天氣 好 我們今天就下去 一下去湖泊 就像那種火山湖泊的 震探感 好不好 那一樣 我們是 是 你快點 有 你快點 走 走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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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